柯委員早 早 黃市長 今天在這個委員會審查這個通訊權的審查 事實上我想每一個人心中都有無心的感慨 尤其在整個修法過程中 法院組織法修法過程中 我們的回憶都在歷史 當年法院組織法修法的時候 本來總統沒有同意錢 總統直接任命的 後來包括現在車輪組裡面的檢察官 檢改會的人 當年黑金中心一些檢察官 到立委員來強力關說 認為應該有同意錢 那時候我當民進黨黨很種召 為了這個問題我去見阿伯 所以應該來接納這個意見 那阿伯也從善如流 所以才有法院組織法修正 總統統已經通過了 繞花弄人 今天變成阿伯登任組成立以後 第一個偵辦阿伯 持平的論 在政權移轉以後 我們看了很多檢察官 不中立 介入政治的事情 這裡面有強力運作 假如沒有強力運作的時候 今天你不可能站在這個地方背行 我們看到所有的媒體 一直在媒體上公然修理陳聰明 我們看到國民黨在政權移轉以後 提出法院總統退黨機制 這裡面充滿的運作 今天陳聰明下台 持平的論 我認為都是 這是高度的政治結果 但是呢 三維檢疫結果以後 國民黨怪罪說 把選舉失敗 怪罪於陳聰明 這段時間我不知道你的感受怎麼樣 你認為 國民黨選舉失敗 是因為陳聰明的關係嗎 黃自然 對政治 政黨的這種 對司法的評論 我覺得我們不應該介入去 家裡論斷 尤其你家裡不方便說明 但是我想你心中是很複雜的 對陳聰明公平嗎 我不認為 尤其法務部長 王部長 公然修理陳部長 陳聰明 假如這種事情發生在你身上的時候 你能夠忍受得了嗎 所以包括很多委員的執行 社會所有氛圍 大家都講完一句話 檢察官治國 要如果特意改變這種印象 滿久執政務人 我們都很清楚 從他上台以後 只用司法的追查民進黨而已 所以今天你即將做回檢察總長 我們必須告訴你 你必須要脫離政治 你做得到嗎 可以 我希望你做得到 對 即便滿久的罪也應該查 滿久的問題也應該查 我們知道 事實上 陳人組現在很多案子在調查中 但是都沒有結果 包括三中的案子 國民黨三中的案子 沒有結果啊 事實上 包括貓欄的事情也應該查 三福縣的事情也應該查 包括大法也應該重啟調查 你既然 要做這個位置 我希望你能夠超乎政治 真正把這些問題好好查 尤其我們最不能忍受了 我們為特別會的問題 為什麼到現在只辦理不辦難呢 總長 你上台以後 你敢面對這個問題嗎 為什麼特別會只有 只有辦理不辦難呢 已經超過一千兩百天了 這是台灣的歷史工業 誰都可能發生這個問題的 但是呢 還是一樣的 辦理不辦難 我希望你上台以後 真正能夠去調查 這幾個中檔案件 那你這段時間在六百一裡面 我們常常討免 你今天的這個報告裡面 有一句話我們沒有辦法接受 就是說 希望給估計的英雄 一千都被檢察官支持給鼓勵 檢察官不應該有英雄主義 思考一點就錯誤了 檢察官是一個默默的執行 國教公務人員 檢察官不是耗媚就是耗力 我相信現在檢察官不敢亂搞 但是呢 人的心裡 那種英雄敢作祟 對 就造成他整個辦案的準則完全失去 所以 所以黃市長 你這個報告裡面最大問題 你既然把這個估計英雄寫出來 我可不可以說明一下 在剛才委員所提到的三中必案 貓南必案 內福縣 還有拉法葉 這些都在特徵組 那布里 也曾經下公文給最高檢的特徵組 儘快來把它增結 布里基於司法行政監督的立場 曾經有下公文 因為委員有這樣陳述嘛 我們曾經轉達 希望最高檢的特徵組 趕快來盡速增結 那將來 假如我能夠接任的話 對這些案件 我會盡量來督促 好 那麼第二點 我沒有看你如何督促了 估計的英雄這句話 是日本的媒體啊 在 呃 形容 呃 那他們 他收布的檢察官呢 就是用這個 估計的英雄來形容的 這個叫隱翼失憶啊 你有沒有發現 你被提名為檢察中長的時候 所有媒體 被你吹捆 是不是有問題 我就覺得這個都不正常了 有點造成運動 你要做一個 很平凡很切實的檢察中長 不需要英雄的追盆 不需要造成 否則的話 你的心態 一噴失的時候 會迷失自己的 現在我要問你幾個 幾個問題啊 馬來講齁 現在所有司法手段 大家都很清楚 馬來講齁 最後手段就是用司法對付民意黨 現在檢察官普遍的 最大問題就是 爛前監聽 爛前搜索 然後配合的媒體辦案 爛前搜索不公開 變成爛查大公開 爛前搜索不公開 爛前搜索不公開 然後 然後 亞人取共 這些事情 含 所有前台灣老百姓的心中 是非常 克服民心的 那你不能在這裡 這個地方 還講說 絕對沒有啊 就有關於 偵察不公開的部分 這已經違法的問題 毫不可以 檢察官可以查得很厲害 對於內部自己從來沒有檢討過一件 在這個司法委員會裡面 多少地方委員在質詢 有關於 偵察不公開 特徵組照樣公開 檢察官照樣公開 黃市長 你當總長以後 你有 決心要改善這個事情嗎 我向委員報告就是 反正是偵察公開的 洩密的 一例移送法辦 做到嗎 這個媒體所登出來了 那個 特徵組違反偵察不公開 法務部都一再的辦行 請特徵組查 請最高檢自己查 後來查沒有效果 我們請台北地檢署查 後來也都查不出來 查不出來 法務部有基於那個 司法行政監部的立場 這不是查不出來的問題 這是要不要查的問題 總長 我相信你的能力啊 對 你要查的話有 我們自己有信心 我希望 這個 偵察不公開 偵察公開的問題 在你當檢察總長以後 是絕機的 不會再發生的 這最高 這一點我會以人家來督促 你當部長 市長已經一年多了 坦白講我個人 對操守絕對沒有那個餘利 但是慈禮的論文 我認為 你在人權上面的 維護上 包括你今天的報告裡面 結果不及人權的問題 兩個國際人權公開 在馬英吉一直在作秀 在法務部裡面的大部條 也拉出來 要維護人權 和人權的國際同步 但你當市長這段時間裡面 市民論 從 法務部送過來法案 我們看不到任何要維持人權的部分 政議員都來 法務部總共送三十個法案到另外一來 那你這樣委員都很清楚 配合修正的 配合修正的 包括民法部前面的部分 十七八個 然後改姓名的 判生條例的 都是這種法案 從來沒有一件 這我關於人權改善的問題 尤其我們最沒法接受 就是說我關於行事訴訟法 的部分 行事訴訟法 雖然是 市法院主管 但是配型到法務部 法務部全部拖著 這我不知道這到底 和你有沒有關係 將來 行事訴訟法 是 大家很清楚 這是人權法案 包括今天 任何維也問你 羈押 羈押 兩個月加兩個月 我們 坦白講 社會堂對這個事情都很完感 其處一百零一條 有關逃亡 算政這部分 大法官也說應該修法 你從來沒有送過來過 那 社會房市長 我今天很 很確的告訴你 司法人權上的維護 是你應該的守護 好不好 但是你 你當 你發表以後 你講過檢查權路線 坦白講 我問過很多法官 全世界只有 中共有檢查權路線 你不能太檢查官化 你這個位置已經非常 位高隆重 你不要把自己今天 還當作一個 一整的檢查官 一樣 所謂檢查權路線 行得通嗎 有需要嗎 中共我不太清楚 只有中共有而已 前世的只有中共有 像歐洲 民主黨的那種程度 檢查官已經變成社會上 大家知道 檢查官誤國了 你啊 對檢查權監禮膨脹要路線 我們人前路線是聽到 公投路線是聽到 但是全世界只有 中共檢查官路線 奧地利啊 意大利都有路線 他們沒有實施我查過了 有有有 所以你今天 你只能夠解一兩個歷史 你講奧地利 我就問過 他們並沒有實施 他在2018年就有路線 中共這樣搞 所以我們 非常擔心你的思維 會影響到整個國家檢查體系的氛圍 孤級的英雄 英雄主義 這都不對的 檢查檢查路線 包括投資偵查法 都不對的 投資偵查法 現在的立法院審查 我們都只有 有一個立場 人前的問題 你跑步要提投資偵查法 這會吵出來起訴 所以 未來 我希望你在這方面 能夠冷靜地思考 另外 我要請教你一個問題 特殊主義有沒有存在必要 實名的問題 大家全國都在想這個問題 今天我們沒有大歲 不是特殊主義 這樣他呼籲他們 英雄主義 特殊主義 應該回歸到一省去 黃市長你的看法怎麼樣 在 黃市長 在 黃市長 在95年 1月13號通過 以前 那個時候我們 檢查 內部 也在討論 內部 我跟委員報告 我們內部也在討論 當時我的看法 就因 就主張說 特殊主應該留在一省 學日本的特殊部留在一省 不應該學韓國的大檢察廳留在三省 我的個人看法 過民國九十四年 那個時候 現在也是一樣 我現在的看法跟那個時候的看法都一樣 現在已經